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生活态度有细节要方便面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咱们再接着给找 这回呢大叔的要求呢也降低了 说只要能给他做一口热乎吃的就可以了 要求是低 但是咱们工作的这块 咱们标准不能低是不是 对 也得给好好找 喂 叔叔 你好 燕燕 我到了 进来吧 进来呢 迷哥 你把钥匙帮我撇一下吧 我现在进不来 不急不急啊 往下扔就行 叔叔 扔吧 好嘞 行的 我现在就上去啊 关住窗户吧 回清华大叔今年73岁了 燕燕每次到家里来都是同样的进门方式 大叔说自己年纪大了 这三楼虽然不咋够 但是来回爬楼梯对于他来说 多多少少的有点吃力了 门是特意给我们留着呢是吗 叔叔 我来了 我来了 把钥匙给你来 现在走路得扶着走啊 不是 走到不 相亲主角回清华 73岁 画家 长春世人 一儿一女 丧偶 有房 退休工资2800元 叔叔 那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没说话就苦了呢 咋的了 咋了 你看 咋的 你看我现在吃 现在自己还吃方便面呢 昨天晚上吃一半 今天就一半一小盆 我吃一半就 就在那样 现在一天几顿饭呢 基本来说是一顿 之前不还两顿呢吗 现在咋还变一顿了呢 一顿饭吃不了剩下 晚上睡觉前再吃一点 那现在是天长了 正常一般都吃三顿饭了 过去也吃过三顿饭 我爱着脖子也吃过 自从老伴去世就一直吃两顿饭了 是吧 这么多年 三年了 一直吃一顿两顿饭 那叔说 上次我们节目播出了之后 你看没看呢 看了 咋样啊 感觉 好 上回 相当好了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所以那个东门上来 上来给我包饿子 包饿子 因为没吃 就走了 包的啥馅的呀 鸡蛋 海米 可好吃了 可好吃了 第一回 第一回吃饺子 就上一次吃饺子 能有多长时间呢 长时间 我玩来 差不多快一年了 快一年才吃着一顿饺子吧 饺子 那么谁就没事 总吃饺子 不好整 就是不好包呗 所以可能一年才吃一次 一年 我多两三年吃一回 好吃不得呀饺子 好吃 愿意吃是不是 那就希望今天 能找个老伴人 然后隔三差五的 就能让你吃一顿饺子 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咱们吃饺子 都不费钱 费事 每次回清华 给燕燕打电话 都要大哭一场 他说 一天要是能吃上三顿饭 那是想都不该想的 这让燕燕听着心里 可挺不是姿务的 明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在大叔这咋就成了天大的难事了呢 那么今天的相亲 他的这个梦到底能不能圆呢 这董桂贤阿姨 记住没 董桂贤阿姨 回清华叔叔 回清华 相亲对象 董桂贤 68岁 退休 长春世人 丧偶 退休工资2000元 我感觉他挺老实的 挺诚恳的 人挺朴实 对我来说 比较般配 然后刚来 阿姨歇会儿不 还是让叔叔领着你转一转 溜达溜达 是不是 那一腿有毛病啊 没有 就骑摩托车拽的 是吗 骑摩托车拽的 叔叔你还能骑摩托车呢 正大岁刷 楼下有摩托车呀 那拽成啥样了 好了 现在啊 都好了 好了 那我看现在走好 慢点啊 那看现在走好 有点费劲呢 你这个房子几年了 算68平方米 68平 多少年了 20多年到30年 20年 是不是老房子了 老房子了 刚刚林里 在这屋转了一圈 咋样啊 这一圈 感觉这人 住得还可以 因为他带什么 叔叔那你这个腿 还得多久能养好啊 这个 到底医院不给看 说你腿 骨头也没坏 你看这骨头 都挺好 哪里 哪里 没破 没破 就是什么 神经 就自己吃掉 是不是得养呗 上进冬物 100天那种 是吗 你这多宅出来的 就冬天 今天冬天 他这腰不好了 怎么办呢 总是这样的 那得撒孕以后 三个月以后呢 伤进冬物 是100天的 董贵贤 觉得回清华 一个人住 房子虽然老点 但是收拾的 还算干净 可是一看见 回清华这腿脚 难免心里 有点不露底了 按照回清华说 得伤到筋骨了 那可得养一段时间呢 但是也正是因为 行动不便 他想要找一个 会做饭的老伴的想法 就更加强烈了 叔叔说 你不说你早上 吃了一顿饭吗 哪个呀 那个呀 就这个 面条炒的呀 哪里煮的 煮的面条 那剩的那个 留着晚上吃啊 那不凉了吗 阿姨 倒个开水 哎呀那不行 阿姨在家都做啥菜呀 哎呀妈呀 啥菜都吃吧 西兰花啦 白花 白菜花啦 还有蒜苔了 这那都得整 不能单吃一样 阿姨会煲饺子吗 会呀 会煲鸡蛋 那个韭菜馅的吗 会呀 烙个韭菜盒子了 或者是烙啥的 你看那除了面包 就是方便面的 哎呀 哎呀 那边 留着太可怜了 就觉得这个家里 有个女人是不 对 女人家女人家 那有了女人才是家 没有女人 总归不是家 那阿姨 你就是 未来老伴不会做饭 你能接受吗 就能接受 男人不做饭 不是正常的嘛 但是你不爱好那个 你爱好的是 弹琴啦 画画啦 老了就 比较文雅的是吧 特别文雅 高级 这高一半 你看这些 这个装饰 都挺文雅的 唱不唱歌 有唱歌 阿姨也唱歌吗 唱 有的时候上歌 听去唱 就是那个 开 TV 那你家有顾名啦 叔叔不仅喜欢画画 还喜欢唱歌 我唱歌呢 不是一般唱歌 是吗 那必须得是 打得标准唱歌 哎呀妈呀 我还现在都 老多歌都忘了 先忘了 玩什么卡都可以 那我不可能去 是吗 那那大家聚个会啊 你们不去吗 从来不去 那大家聚会 都上开 TV去唱歌 我去 我走 你去吧 我回家了 叔叔那你会不会 显着不合曲啊 就是 我不能去 我能去吗 一大 我上人民大会上 唱歌 上那唱歌呀 那不要考虑那个 对 就是说你以前 那我那个照片 我在人民大会上唱的 是吗 你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那根上形式 你说是不是啊 不少合曲 那咋整吧 去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就可以问 因为我喜欢这个 我就得心情愉悦 我不能要你 把我管住 在回情华看来 咱可是在人民大会堂 唱过歌的 宁可自己孤单地 在家里待着 也不可能和你们 去歌厅唱歌 但是董归贤觉得 他这想法可是挺固执的 你去不去 无所谓 但是这俩人 要是想走到一起 我想做的事 你可不能拦着 那女人要不打扮 那还算了 还算女人吗 对 花日糟蹋 那这个女人 对啊 那叔叔你觉得呢 女人打扮点好不好 我希望女人打扮 男的最好别打扮 男的也得打扮 阿姨你想的也是 就自己打扮得美一点 未来的老伴 也得也得帅气 对 是不是啊 对 对 对 那万一未来的老伴 就不喜欢打扮 咱整个你帮他打扮呢 我帮他整扮 那没办法 我帮他整扮 那需要他 不需要穿 那我就给他 手势力 说得干净就行 对啊 那人老的 其实就是干净一些就行 董棍贤喜欢穿衣打扮 咱们回大叔 可是挺支持的 别看他嘴上说不爱穿 但是在花钱买东西上 咱也不是小气的人 这不 紧忙的 把压箱底的好东西 拿出来了 你这位手表之前的 这个手表之前的 你垫的多少分的 这是纯 纯金的 是啊 我看 我感觉好像不紧 这好像还 上面还有塑料薄膜呢 一次都没戴呀 但是里边可不是了 里边后边咳了可不是 因为我懂这个 我懂这个 这是不是杜金的 不是纯金 不是 不是杜金 就是这个都是金的 就是杜金的 是吗 这个杜金我买啥的 一万多 那么贵呢 一万八千八 一万八千八 这是啥时候买的呀 买了那一年多 那一年多还是新的呢 哎 没戴 没戴 那咋没戴呢 叔叔 就舍不得戴 不到戴的时候 那啥时候能戴呀 哎 现在戴我干啥呀 那是得找着老伴以后 戴呀还是咋的呀 参加好业大的业会 啊 那是闲闲的 那那个手表是啥时候买的 在哪买的呀 哎 就在网上 在网上 你还会网购呢 没 我看电视看 电视公务啊 叔叔啊 当初咋想的呢 花了一万八千八 买一块手表 咋就看电视就那么冲动 就买了呢 因为我戴表 我喜欢表 电视公务买的 他还说是金表 我感觉不像 有可能对于他 孤单的那个表现 还是对的 人到孤独的时候 等你没有走这 我去送我自己 我不是那样 真的呀 然后再发现那情况 比如说还买一块 就是还是太孤独了 自己是吗 回情话喜欢手表不假 但是之所以在电视购物上 高价买了一块手表 这原因大多还是来自于 内心的空虚和孤独 对于丧偶五年的 董贵贤来说 这份孤独也是感同身受 人老了 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呀 但是再次找老伴 他可是挺慎重的 你需要登记吗 对 你没有个结婚登记证 谁保护你呀 因为他属合法的 你要是不合法呢 说这实在也太不好看 这么大岁数呢太不好看 是不是您觉得呢 登记也好 登坊 有保障 对肩有约束 对 董贵贤觉得 俩要是搬到一起 扯个结婚证 那才是名正言顺的 没想到这一句话 说到了回情话的心坎里 回情话为啥 如此认可董贵贤的说法 这还得从他的上一段感情说起 咱都不用说人家是骗子 但他喜欢钱 给了点 给了多少啊 不对给几万吧 给几万 几万 那你还能给人家好几十万 那我 明白呀 你可真实的 你可够大方的 那总理有点原因吧 找你要钱 那你挺会来的事 我就行了 他前夫有病 就是死了 钱一匹不当 多钱那一匹不当 都将近十八万 行 给你还 哎呀我天哪 他出了就拢了 就哭开了 就在银行没钱 哎呀天底下 你是最好的人了 我也不只剩了 我已经跟我好过日子了 后来就发现 腿烂了 脚子烂都没了 我啥整的呀 看病去吧 谈个病 要是这样 需要多钱 住院 要四十万 哎呀 我说我拿不住四十万呢 我把我 我攒的古董 啥卖吧 就那样才卖的古董 然后呢叔叔 你又拿钱给他 看病了 看了 然后呢 再没回来 看好了 不知道 就是再也没回来 消失了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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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比起来可是差远了 杨栋梁不仅周能做是七八样 包饺子 露饼 她更是不用提了 这要是以后俩人能走到一起 咱们回大树可是有口福了 眼瞅着这相亲气氛还不错 没想到杨栋梁却开始提出了质疑 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 回星华到底能不能招架得住呢 我这心里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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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里相亲正在播出 但是我这心里太苦了 但是我现在口子太苦了 这个腰咋的 腰当时它是坐地下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那是多几十年前呢 现在没闹什么病 这个就一年 就最近就是 就今天冬天是 提莫的车 坐在这一下子 用不了一礼拜 真是碎的 就是坐一下 坐那个屁堆坐那块的 用不了一礼拜 我就好 就好 我这下一次走两圈 就在草场 走两圈 回来就好 但是你说那要是说 这您的叔叔身体不好 你说住屋院的时候 那就多少钱 我觉得我没住过院 这都得都得想 没住过院以前 这你放心 我身体相当好 一般人您都看出来 但是叔叔说 人难免会变老嘛 年轻的时候 眼体都好 但是真的没什么 会有点小毛病 这要真是住院了 阿姨就是担心 怕那点钱不够花 那就是多余的担心 那你说我 我走这部门就不能 孩子给多少钱呢 我就不能 感情好啊 有缘分啊 什么都没 一点困难 什么都不算困难 我不是睡的 一般男人像我的叔叔 没有 我的身体 没有 这年前卡了一下 那算啥 我跟你说 我滑冰游泳 踢足球 这我年轻人 你看我身体 这膀在身体 大腿都不 我踢足球 我没有 当年用啊 现在咱们岁数都大了 以前的事 不能再提了 现在咱们就说 当前的事 我都说了 再练那也是过去的事 现在就是说 你病人 对你腿脚都不行 耳朵都不行了 那过去的事了 没有用 别看你岁数大 你身体要比我好 我要真正是有病了 那你说 能够拿钱看吗 那必须拿钱 你有病 那你说必须拿钱 我就咋个问题 把你治好的时候 他人是不错 但是他那工资 真是有限 如果说两个人 越来越身体都不好了 是不是 如果说有点存款 还能可以 别考虑了 春天啊 那晚就是百日 春到晚了 正有钱 吃一百万正有钱 这也别考虑了 然后叔叔阿姨 今天就都落到这了 也落到挺好 那你们觉得 还能在有个联系方式 再接触接触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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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来 那阿姨您呢 再考虑 要想来就留个电话 要不来就来 那行 就这样 再考虑考虑 然后如果要是想联系 阿姨把电话给我 然后我再给你 行不行 对 这算成还是没成 也没看明白 但是能看出来 这姨好像对我回熟 这身体有点担忧 尤其那个腰 不光是腰的问题 这个阿姨呢 比叔叔呢 小十岁 他有什么担忧呢 这以后万一有个病啊 有个咱儿啊 你也不能麻烦儿女啊 然后他又怕这个叔叔呢 承担不起 叔叔说话呢 还没得两可的 说只要两个人感情好 什么你的我的呀 什么钱不钱的呀 就都好说 不愿意落钱是不是啊 那也不怪我输 你关键吃过一回亏啊 之前让人骗过一次 你说那我不能吃多少 我都是不先兴 现在再碰见 这接触时间还短 我不能一开始 把我这点加紧 我全抖了出来 你万一再舍一下子 那我还活不活了 说不好听 剩下那点钱呢 如果真有的话 那就养老钱 恨不得关那本的 是不是啊 也可以理解 确实是这么回事 史阿姨呢 觉得这个回叔叔呢 人也不错 也想就是继续了解 但是还有一点担忧 于是呢 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说呢 再观察观察 看看他这个腰啊 腿啊 有没有好软的迹象 如果都好了 没事了 那就再接触接触呗 再看看 人家存质上 到底有没有钱 咱玩笑是玩笑 但这也是正常的 再接触接触 数字都不小了 迈出这一步也不容易 考虑周全点 以免以后再有论乱 对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高贫质的生活 要配高贫质的对象 啥样的人能入他的眼 这些是一千三百多呀 那你这平时生活质量还挺高的呗 对 见面不到一分钟 抬腿就要走人 这究竟是咋回事 再次相亲 场面意外反转 这又是为啥 七十岁也要幸福生活 相利相亲 明天为您播出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我就知道你欺负我妈了 谁欺负她了 你 我干什么 你今天是她滚 这么大的男人打女人啊 她是你老婆 什么叫有意思没意思 你跟我摔是不是 谁也会 你再摔一个 我跟你爸你妈住了七年 我一句话都没说过 我妈才住一个月 你就受不了了 真的我就想让她出来 她会有各种办法的欺负你啊 我拼出这下老命去 我跟她玩命 想脱单没人选 相礼相亲帮您办 大龄单身青年 有过失败婚姻的单身男女 想再满年找个伴的独居老人 只要报名参加节目 相礼相亲就给你签线 全程不花一分钱 相亲对象就能见 收获幸福并不遥远 相礼相亲帮你迅速脱单 相亲报名热线 0431-858-1-8607 是 最后我给你帮你一分手 可别人回事 我愿意义了 我愿意义了 我愿意义了